美国的治安也进一步加深了我温顺谦和的品格 我那会儿出门一定要带上20美金 因为我就怕有人劫我 然后我支支吾吾掏不出钱来 显得自己很没有礼貌的样子 我那会儿在脑海中没事我就幻想 我想有人劫我该如何第一时间把钱给出去 礼貌地应对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来自东方的温暖 就有时候你想的太多呢 真到被劫的时候 你竟然都有点兴奋 我是在加油站被劫的 我远远看那个大哥气势汹汹地走回来 我说终于来了我的哥哥 大哥说的一切 我在脑海中已经幻想过一万次了 Give me your money Do you understand 我都不等到话音落地 我就yes I do Of course I do 那叫一个彬彬有礼 对答如流 I have twenty dollars Here you go And have a nice day 大哥接过钱 人都僵直了 以为自己光玩马呢 支支吾吾也说不出个话来 仿佛英文是我的母语 而不是他的 最后勉强给我挤出来两个单词 You tw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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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